现在开始吧 先检查喇叭的悬边是否破损 去除旧的悬边 我们先用手粗略清除 使用刀片轻轻地清理悬边的残留物 接着清理外框上的悬边 确保清除所有的碎屑 用细砂纸修整边缘 使其光滑 修边完成后 准备一个尺寸适合的新悬边 先在内圈涂上适量的悬边白胶 装齐地清理外框上的悬边 静置五分钟,让白胶稍微干燥,这样会比较好黏。 贴上新的悬边。 用棉花棒轻轻压紧,确保贴合良好。 重复数次,直到白胶确定黏住。 静置一小时,等待胶水完全干燥。 检查悬边是否已经粘好。 用同样的方法粘贴外框的部分。 调整好位置,确保准确对齐。 静置至完全干燥,即可完工。 最后,放音乐测试一下,看看修复效果如何。 谢谢大家的收看,希望这段DIY教学对你有所帮助。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,别忘了按赞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。 我们下次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